实验室里工作人员埋受工作 一刻也不敢松懈 全上海PCR实验室24小时运转 防疫分秒必争 除了我们背后这个实验室以外 我们还有两个方舱实验室 那么达到了一个理论是 3万的每天的一个检测能力 上海从4月4号开始 就展开全市核酸检测 跟派出约38000名医护人员 筛减近2500万上海市民 但疫情实在烧得太快 4月5号单日新增 就突破17000例 再创新高 昨天的0到24点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1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 3月以来的这波疫情 上海已经累计报告 阳性感染者超过了7.3万例 目前上海疫情还在高危运行 形势极其严峻 连上海官员都坦言 目前当地疫情还在高危运行 形势极其严峻 因此上海市决定将国家会展中心 改建成方舱医院 见后有望提供超过4万个床位 上海正积极筹措救治床位和隔离房源 同时新建投用了一批方舱医院 床位总数已经达到4.77万张 还有3万张床位即将投入使用 另外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通知 大陆各地的电影主管部门 中高风险地区的电影院 一律占不开放 低风险地区该暂停的暂停 该关闭的关闭 尽快为二支疫情扩散 付出努力 记者先还有一个报道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